大家好 欢迎收看2月1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县西武林乡波斯安部落会议 特别针对了雅尼新城山矿场土地序开发案 举办了资商同意权的投票 在具有投票权的555户当中 有374户出席投票 结果是294户同意 超过半数出席过半同意 符合了资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参与的办法门槛 过半族人是同意雅尼继续地进行采矿 12号下午一直到晚上6点半 雅尼与部落资商投票案 波斯安部落9号成都要村市雅尼10加11项 分享机制进行资商同意权投票 但实际投票内容是预决雅尼新城山 矿场目前已经核定了矿越用地的公有地 原住民保留地继续从事土地开发 及利用行为同意前四项票决 引发外界的质疑 公民正义在哪里 最大的机会 373必须知道主人是谁 你知道吗 必须知道 还不知道主人是谁 你要立方的 你知道 你要提问这个仇一群 我要仇一群什么 不然你今天告诉我 我仇一群在 我现在 到底在哪里 你只要仇一群 每天都 怎么去 怎么去做 知道同意吗 还诚实的 麦克风为什么被消音 怎么被消音 对不对 过程符合程序二 十加十一 则是雅尼同意 北部落的回馈机制 感谢 职人的支持 非常感谢 雅尼承诺的 回馈数项 会立即 积极的去办理 那今后 雅尼更会努力 为地方来 做出更多的贡献 而且我们是 共存共同 我相信今后 我们一定会做得更好 雅尼克土地管理处长杜章梅庄表示 智商同意前通过 与矿权展演有直接的关系 众中部落自主的决定 会议程序并无问题 我想今天花莲县秀林乡波士安部落 在他们刚刚这个 富士的这个活动中心来 依照原机法 智商同意办法来进行这个 雅尼抗权的这个展现的 智商同意程序的这个部落会议 那我们也看到今天开票的结果 有555副总部数555 那今天出席的有374副 那经过部落投票的结果是294副的同意 那有45副的不同意 那针对这一次的这个雅尼矿权展现案 部落所做的这个自主的决定 原民会充分的尊重 那原民会后续 还是会持续的来协助部落 还有这个开发业者 针对在这一次部落会议里面所 同意事项内容里面 后续的一些措施机制 这种共管的机制 分享的利益的相关计划的执行 我们会协助他们来落实 今天我们智商同意 大部分的部落主任都会同意 当然就是跟我们希望雅尼市 对部落的有一些回归的部分 希望他能够真的去要做到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部分 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真的是希望是说 在工作前的方面 也能够多帮我们部落的主任 提供一个工作机会 这样的话对我们部落发展都很好 为什么 小孩子能够真正有工作 我们就不用北漂 不要中漂 不要南漂 原民会指出 雅尼矿业权展演已经依 原住民基本法第21条 智商重益权取得原住民族部落 同意参与办法的规定 完成智商同意的程序 后续原民会将会协助部落监督 开发的厂商 务必确实完成各项计划 措施以及共同参与管理利益分享的机制 记得终于求全报道 好 好 好 我们下期再见